吕洞斌有很多種不同的神仙形象 其中還有一些賣墨的商人 書法家甚至是詩人 例如去到湖北 去一些國家指定的名姓古蹟 例如是黃學樓 黃學樓上面已經有商傳 當然這個並不是當時的版本 但應該是很忠於原著 裡面有一些斯文的石碑等等 裡面是講述到曾經呂洞斌 曾經在那裏寫過首詩 他對於當時的遊歷的經歷 呂洞斌的詩詞 很多時候都是用一些絕妙的書法 寫成的 這些詩詞不單包括 表達著他 所謂的文學水平和修養 亦都顯示他針對當時的社會 一些警況 做出批評 又或者反映民間的抱怨 又或者甚至 因為當時的一些管治不足 令到有些人 生活在水深火熱之間 例如不夠食物 又或者被迫成為了 例如迫糧迷槍 這些故事不斷地出現 所以在裏面 收錄在呂祖傳書之後 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因為這些故事 在整個古代 大家可以嘗試想像 這些故事 其實 往往是當時的一些人 經歷過也好 或者是他做作也好 不要緊 是一個時間性的 他所批評的是當時的政權 但是到後來 推翻了政權後來的一些人民 他會再集錄成書的時候 到底他是在批評之前 前朝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還是借助呂祖的一些經歷 去諷刺現時的政權 仍然都是不足 未能夠做出一個補救 這件事就很有趣了 當然 在中國的 中國的宗教的傳播裡面 我們不得不特別注重一點 就是中國的宗教 包括不斷在歷史裡面出現的 發展中的道教 其實是有一定的正統性 正統性在於什麼呢 是必須要受到朝廷 當時的一些朝廷的認同 如果有別於朝廷的認同的話 你就會成為一個反 用現時的說法 就變成一個反動的勢力 真的被抓回去 在教內這些可能叫做了道 在歷史裡面 這些就是去平息一些叛亂 這件事在呂祖傳書的流播下 是有一些特別的因素 是會一陣會跟大家進一步去講的 我答應了郭師傅公經 第二個講題更加顯著 就是有關先天道 這個我們之後可以再講 就是呢 對於正統性不容許的時候 如果繼續發展 到底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會全部抓回去 不是喔 他們躲在山高皇帝院了 他們也是找到你出來的 這件事就是 宗教傳播與政治的管治裡面 其中一些需要平衡的地方 而呂洞賓的信仰很有趣地 因為他主要是環顧於 整個社會民生方面的故事 他絕小提及 甚至可以說 並沒有留下一些對於朝廷的批評 並沒有留下朝廷的批評 所以這麼多不同的朝代 他仍然能夠留播 流傳 直到後來 到了明清一的時期 被很多人重新收集起來 這件事 是一個很有趣和特別的地方 這就是呂祖的另外一些形象 除了這些形象之外 其實對於我們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一些文人 其實都會對於呂祖 呂洞賓 會有一些技術 又或者利用呂洞賓的一些事跡 或者一些 他在一些文人物客裡面 看得到的先傳故事 去造購他們自己的一些創作 例如 畢宋文人 這個蘇式 其實有 如果沒有記槍 當然有兩三首 有兩三首 也都會和呂洞賓有關 例如其中一首 就說 其實他是 就著這個的 這首是詩 就著這首詩 講到 有一個回道人 有一個回道人 曾經在這裏 有一些不同的先跡的故事 所以這個先生回道人 在這裏喝醉了 所以在這裏流傳了一些 很特別的一些 可以說是 一些 先跡 我們叫做 流傳了一些先跡 而這些先跡 令到後來的人 散盡家財 都要在這裏看得到 這些特別的 所謂的 流傳了下來的現象 其實蘇適就著 呂洞賓流傳的這首詩 他是想說 另外一些 另外一些 可以說一些背景 就是說 到底 世俗何之頻是病呢 神仙好學道之語 都要知道 但之 白酒樓街客 不問王公密訴書 其實這些 是一些嘗試 就著呂洞賓的形象 例如他是一些文人脈客 他是一個瀟灑的劍客 他對於一些政權 有一個不畏強權的事跡 他亦都勸喻世人 不需要把很多事情很執著 勸喻世人不需要很執著 去處理很多事情 但凡 遇到一些 你認為需要執著的事情 不妨瀟灑面對 這個也是 跟當時的一些文人脈客 對於那個 人世間 一些不同的經歷 因為往往 大家都知道 越是有才能的人 不知為何 就會 由於蘇適這樣 被扁到下來 廣東一帶都有的 由這個 西湖一帶 扁扁扁扁 扁到下來廣東 這件事是曾經出現過的事情 這件事也是屢見不鮮 所以 特別是 一些被扁 但是 相當有才華的 一些文人脈客 更加 嘗試 透過 呂組的先傳故事 又或者 他搜集到 因為他們喜歡 搜集到 這個呂組 呂洞賓 作為一個 神仙故事裡面的 瀟灑的一面 去 令他 希望跟大家分享 如何面對一些 很荒謬的人生 如何處理 當然 後來 就主的經歷 更加 造購了另一條主線 這條主線 雖然 與呂組 信仰裡的主題 在早期來說 可能有些分別 但是 彌補了後來 為何 能夠繼續流傳下去 直到現在 我們仍然看到的主題 這件事我們後來會再解釋 那 呂洞賓有些神仙形象 包括賣藥的商人 又或者是 各小販 的形式 有些小販的形式 咦 這個人 他病到已經不能治療了 但是 他又沒有錢買藥 怎麼辦呢 就以這些先丹 去救自己的貧死的病人 甚至 我不想舉太多這些例子 但是這些事跡 其實 往往 出現在整個 從唐末到北宋 直到南宋 一些文人的筆記裡面 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 有關這些故事主題 很多故事主題 而其中有部分 甚至比後來的道教 例如 好像金元傳真教 特別是 將這個女祖 視為五祖七真之後 作為一個祖師之後 他們就 特別收錄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成書 成書 之後 都會有講及這類主題的故事 從宋袋開始 到明清 民間也有很多 有關呂洞賓通過扶基 通過扶聯 所謂 基聯 顯化的故事 甚至 去到現代的一些道教 現代道教 包括了什麼時候呢 我們先不說 太遠 我們說我們身邊最接近的香港 例如 仍然能夠 有較多扶基活動的 例如好像 台灣 台灣 其實這兩個地方 在近 我相信 近這八年 一百年 裡面 如果我們 嘗試去做一個統計 當然做不到的事情 大家不要花功夫 嘗試去做統計 到底誰 誰 先性 降機 是最多的呢 其實 往往 我們都會 看到 必然是 呂組是其中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很顯著的 一個例子 因為呂組作為一個 一個 無論是她是金如全真教的 一個 女組 還是 在整個 都會專稱 她成為一個特別神仙形象的 女組 都會用這個 符基 作為一些啟示 在香港的道教 我一會兒也會舉幾個例子 香港的道教 有好幾個道堂 好幾個道堂 都是因為呂組的啟示 由廣東也好 或者 在香港聚集了一些 所謂 志同道合的朋友 去共同創立一個道堂 也好 其實呂組是 呂組的符基 是最多的版本 是去確立到香港道教的 是一些 的確立 是一些草創的神明 其實當然不得不提 白仙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白仙 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形象 白仙裏面是一個非常流行的形象 但實際上如果我們經過一些 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學者 經過一些學者的整理之後 白仙其實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當然 中離拳 呂動斌 等等 何仙姑這幾位 是鐵膽來的 但還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而其中 呂動斌 的形象 在白仙裏面 永遠都不變 都是一個瀟灑劍客 瀟灑劍客 作為一個造型 而白仙的信仰 其實是有別於 道教裏面流傳的呂組信仰 但是當然 亦都因為相負相承 很多時候 道教的呂組 民間的白仙 地方的呂動斌仙職 三者串連起來的時候 令到呂動斌的信仰 無論在哪個層面都好 他都能夠大肆地 繼續更廣泛流播 所以 亦都可以說出 為什麼 如果我們用客觀的環境去分析 為什麼金元的全真教 是故意 除了某幾位 先天的聖神之外 他們都會把 成仙的呂動斌 視為呂組 視為他們的五組七真 五組之一 其實這件事 在一些學界裏面 是有一些比較 可以說 你不可以說是一個口號 不過 例如很出名的施州仁教授 他剛剛在疫情之 2021年 他就過世了 不過他留下了很多 就著他自己的研究 去對於整個中國 宗教 社會的一些觀察 而其中這一點 我覺得 可以放在呂動斌的信仰裡面 我們會得到一些啟發 他透過 研究民間 旁代的民間信仰 他做了一個結論 他說 先傳和教宗是相應的 換言之 這個先傳 不會突然間廣泛流傳 必然 是會一部分的人 或者 一個很龐大數量 是會 對於他作出崇拜 這個先傳 才會大量流播 沒有人信的東西 聽完就算了 但是如果 這個先傳故事曾經 是大肆地流播 很廣泛地流傳 甚至 流傳到不同的時代 仍然能夠流傳下去的話 這是一種信仰的表達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講法 從呂動斌的信仰作為中心去觀察的話 我們特別能夠注意到 在十四世紀前 即是南宋 南宋之間 有關呂動斌作為先傳的資料 是特別著重了 他作為一個神仙形象 在民間盜世 制世盜人的一些種種的事跡 這些現象 是因為 如果以這個詩周仁教授的講法來講 為何會這麼廣泛地流傳 為何會流傳到現在 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因為當時 已經有一個很大量的 呂組信仰 已經穿梭在不同的民間 社會裏面 甚至到後來的道教採納了 呂動斌的信仰 成為了他們裏面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之後 亦都產生了一些互動 成為了一個極為密切的關係 就是這件事 如果從我們的觀察裏面 很難看到 但是 如果大家嘗試用心 去透過我們在道教裏面 最流行的 現在仍然流傳得到 現在甚至 我們在上網 例如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金蘭冠的朋友 可以將呂組傳說 很大部分的內容 已經放在上網 可以全民搜索 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 這些故事 流傳到 多麼廣泛 才能夠到明清 我們現在說到十四世紀 到明清的時候 已經說到十八十九世紀 超過了四五百年裡面 仍然能夠保存下來 這件事在古代社會裡面 其實是比較不得了的一件事 比較不得了的一件事 那隻錶也叫我呼吸 平時在這個 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 為了保住我們的同事 尤其是如果大家來過我 地獄學院 我們作為一個宗教的機構 宗教的場所 特別多老人家 不知為何 無論是工作或上來的 都是老人家 不知道口罩有沒有這個作用 但我仍然堅持大家 戴著口罩 就長時間戴著 如果不是的話 有甚麼東西 有甚麼閃失的話 就令到老人家受到感染也不好 所以 在今年年初 香港大爆發 我們 我們 道堂裡面 少過二十個百分之的人 是感染 當然 因為我自己主動 在政府說 停宗教處所之前 已經 開始停了 我做到年初七之前 被人拜 年初拜了神 已經立即停了 不想再繼續 因為見到都害怕 如果大家 會過來 在年初二三的時候 每一天的人次 我相信 我沒有一個正式統計 但每一天 不會少過七千人上來 而最多人說 要拜太歲那天 我當時拿著航拍機 到處走一轉 所有 有可能 因為我已經限制了 人流管制 在拜太歲的電裏 不會超過 大概一百人在裡面 不能夠超過一百人在裡面 所以要排長廊 基本上每個人 平均要排四個小時才能進去 每一個地方 隔不到1.5米的 這樣做不到 但已經圍繞著園學院 已經排長廊 在等著進去 如果我要開閘 他要排到外面 所以 我亦都叫他同事 唯有不斷勸喻 我知道很辛苦 但都戴著口罩 至少心裏面有底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 聽人說有用 但希望有用 我又講了一些不 額外的東西 在呂洞斌的各種不同的神仙 的先跡技術裡面 其實兩宗文人的創造 不斷地流傳 流傳到後來明清的時候 仍然會採納到他們一些 的故事裡面 能夠放進他們的內容裡面 而有關呂洞斌的技術 是越來越詳細的 尤其是對於他的背景 身平 在民間的不同形象 修仙道人的經過 是大量記錄了 在一些文人的筆記小說 或者後來的一些 剛才我們提到的一些集劇 一些說 所謂我們可以說道情 唱出來的一些 文學的內容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 呂洞斌的信仰 和他提倡的實踐 已經在兩宋之後 成為了一個民間的信仰傳統之一 後來甚至進入了道教世界 擴納了由這個 鍾離拳 壽丹法與呂洞斌 這種傳統的說法 這些東西後來 金元的全真教 也對他有所採納 成為了他們其中一個 五祖的先傳裡面的 一個主要的內容 亦都成為了全真派 他們一些特別的實踐 他們的實踐 特別在於什麼呢 他們提倡是要出家的 他們提倡出家之餘 他們是要有內丹的修行的 這些內丹的修行 所以認為金元的全真教 之所以採納 這個裏洞斌的地方信仰 成為了他們教內的傳統之一 是因為他們的框架 是很容易串連起來的 二來他們所提倡的東西 亦都在這麼多 所謂歷連的一些 所謂歷連的 呂洞斌有關的技術裡面 是得到助證的 所以更加能夠 將它放進去他的信仰裡面 呂洞斌的信仰 影響了送完之後 亦都有一些佛教 佛教的使跡 甚至加入了呂洞斌的使跡 就是他們一些所謂佛教的技術 裡面其實佛教的技術 也都很不少 是有一些對於中國傳統 或者先跡文化裡面的反映 其中例如佛祖統紀裡面 就會有呂洞斌 由華山的事 御席基禅師 這些故事 這些故事甚至後來 成為了一些集劇的內容 成為了集劇內容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就以這個呂洞斌 遇到這個直擊禅師 去譚原論道的一些經歷技術裡面 其實呢 例如舉例 在呂祖傳書的不同版本裡面 就技術了一個呂洞斌 非劍斬黃龍的一些劇目 類似這樣的故事 到底它是非劍斬黃龍呢 黃龍就相傳 就是顯變成一個直擊禅師 或者黃龍禅師 由這個和尚 突然間變成一條龍 作為劍仙的時候 為禍人間斬它 還是 又有第二個版本 這個版本就是說 雷洞斌非劍斬黃龍 不過斬不到 黃龍就變成黃龍禅師 去導化作為一個僧人 去導化雷洞斌 讓他知道佛教的一些經意 當然 這些不同的內容 主要也是因為 它造作的內容 背後 到底是 它是抱著一種什麼 心態與角度 或者 是站在一個不同的 宗教層面下去做 這件事 在文化裡面 在文化的研究裡面 無法接觸人 我們會抽絲摩檢去了解 所以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更加有趣的例子 我跳過這裡 跟大家講 例如 在呂祖傳書裡面 亦都有記載了 呂洞斌三器白馬丹 在宋代 如果大家認為 古代一定是封建社會 是很保守的 其實大家有些誤會了 宋代的社會 是比我們現在更加開放 更加開放 當然 到了後來 例如明清 寧清時代 真的比較保守很多 如果我們去看一些 現代的電視劇集 看到一個小姐 居然可以 初一十五走去廟 那裏 拋頭露面去拜神 這些經歷 要是去到一些 很山高皇帝院 沒有什麼特別的人 去看著他們 不會太大 但是 社會壓力的地方 但是 如果在明清的時候 這件事不可能 因為 不要說三步不出 龜門 但是怎麼會突然間 拋頭露面走出去 毫無安排下 突然間 心血來潮 我們就要拜神 拜佛 這件事不可能 但是 在宋代就有這個可能 宋代相對來說 比較豪 開放的社會 呂洞斌三氣卯丹 理論上 會是一個宋代 作為背景的內容 呂洞斌 游歷 在市井底下 游歷 他游歷去到哪裡 去到一個妓院 去到妓院 當然要光顧一下 用這個心態去 當然 不是特別 真的想去光顧 怎樣呢 看到有一個 被迫糧為槍的妓女 她有很多不同的經歷 用了很多的方法去導化她 首先 棄弄她 讓她知道 一些的 到底 她其實 心裏真正想要些什麼 第二就是 棄弄她 讓她知道 怎樣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第三就是知道 到底生命的價值 是在於什麼 你到底要怎樣 才能夠做一個選擇 這件事 是一個很現代 即是如果我們 抱著一個現代眼光 很在情在理的事 在宋代社會 她亦然很在情在理 這樣她 也是為了導化 白馬丹姐 但後來 當這個故事 流傳到明清的時候 一些女組的信仰者 就會鬥了 唐唐女組 怎麼會去這個妓院 唐唐女組 怎麼會跟這個妓女 污衛的 會有這些瓜葛 等等 她們有這些 不同的歷史層面 分別 所以大家 都是那句 我們不要用一個 現代眼光 現代的 有色眼鏡 去看所有的 同樣的文獻 而是可能會 就住當時的社會文化 一些特色 才能夠了解到 當時的一些 景況 所以到了金元時期 以呂洞賓作為 這個 中心的一些 道教典籍 真是道教了 開始出現了 例如 道士趙道一 就有個歷世真仙 在道通鑑 廖善時有 淳陽帝君 神化妙通紀 這兩個著作 是當時的 金元以後的 全真教道士 全真教道士 他們 歸納了之前 或採納了之前 他們認為 是合理的 一些 呂洞賓的故事 呂洞賓的故事 放進去 他們全真教內 一些 他們認為 能夠宣揚到 他們五組之一 呂洞賓的事跡 所以 在金元之仔 呂洞賓 宗梨拳等等 這些故事 是特別流行 在 教內 在教內 他們成為五組之一 而其中 去到後來 去到明代 如果大家有 有注意到 我們 從王重陽祖師 開始 講述的 金元傳真教 發展到明代 突然間 好像 消失了 主要是因為 朝代的更替 明代 當然 這是很合情合理的 如果 前朝 他們 是 看得起這個 道派的話 當你推翻了 這個政權 你自己確立了 新政權 當然 你不能夠 這麼容易去 完全去 採納這個 原有的 流行的道教 那你就要 扶植 舊時 比他更先 一些道教 又或者 創立一個新的道教 才能夠 去維繫到 一些人心 所以 明代 特別注重天師道 用同一個邏輯 清代 為何一進來的時候 他仍然會 將天師 天師道 將天師 打了一個 比較重要的角色 但是 他也大力 嘗試 扶植後來的 全真龍門派 這就是朝代更諜與 道教發展的理由 但是 在當時來說 無論朝代更諜 又或者 道派的 輕衰 其實 都影響不到 呂洞賓信仰 對於民間的重要性 金元傳真教 後來明代的天師教 又或者再後來 去到清代的時候 流行的所謂 傳真龍門派 對於呂洞賓的信仰 亦特別著重 後來我們在呂祖傳書 能夠收入到 裏面的一些文獻與著作 其實往往 都是跟剛才所說 不同的道派 在他們的年代所收集的 不同的內容構成 一樣能夠貫穿到 整個的宗教的發展歷史 這裏是一些的例子 我就不特別多說 而道門中人 將這些文章 先跡故事 詩文的曲詞 甚至內丹修煉的文獻 等等 都是收集起來廣為流報 而其中 北京 中國道學協會 有一位朋友 尹志華博士 將它歸納了 這一類大堆 有關女組的文獻 裡面 特別有幾個主題 第一 道人為先 第二 去救治疾病 第三 去救苦濟憑 第四 懲戒惡人 第五 就是倡道人倫 主要就這五個中心 去貫穿了整個 不同朝代所收集回來的 一些呂祖的故事 文獻 詩文 又或者在石碑裡面記載的 一些不同的主題 主要就是這些 而後來 旅刀也是 成為了 類動賓信仰中的 一些最主要的中心 在元明時期 以類動賓 作為這個中心 也有出現了 一些神仙道化劇 例如 剛才提及過 類動賓 非劍斬黃龍 類動賓 三醉惡揚流 類動賓 三道城藍樓 類動賓 三棄白茅丹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 潰穢人口的故事 我們甚至 或者从一些粤语长片 或者后来看到的一些 在道教里面的一些 虽然主角不是吕洞宾 但是故事是完全符合了这些内容里面的每一个拼图 因为这些故事往往成为了 能够道化到不同地方的人民众的主线内容 所以他们用了例如吕洞宾也好 或者后来的一些不同的道教人物 甚至是民间传奇的人物 都陷入了进去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内容 这些故事甚至到了后来 其实都是有参考一些相对比较古籍的东西 文国时期的古籍的东西 突然间闪起的是什么呢 夏宇做主角 那个叫民间传奇 那类的故事 其实往往就是在这些故事里面 抽丝剝架慢慢构成了 只不过就是把主角由吕洞宾 成为了他自己的不下 或者他们所做的人物作为主角 就是成为了一些故事 但实际上这些故事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流传了在道教的文献里面 包括了吕祖传书 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内容 在吕祖和全真教的关系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他们首先 透过地方信仰里面的吕洞宾 被吸纳了 成为了他五祖之一 其次 如果大家有听过 就是 其实我跳了 不过不要紧了 其次甚至在 在金元全真教里面 第一个重要的宗教圣地 一个地方 就是当时 现在仍然存在 当然已经 无论位置也好 又或者是 现在的现貌也好 跟当时有些不同 就是 山西永乐宫 山西永乐宫 因为 在现代中国 因为要做水库 将永乐宫 其实曾经大量 千年都在另一个位置 所以现在的位置 跟以前的位置有点不同 但是 永乐宫 就是 金元全真派的道士 用了八十年 用了八十年时间 在山西这个地方 去造构出来的 以吕洞宾作为主要 崇拜对象的 第一个道教 金元全真教的场所 这个 就是当时 可以看得出 他是多么重视 吕洞宾的信仰 吕祖的信仰 是成为他 全真教里面的中心 这件事 我们后来 我们知道 在历史的发展里面 吕祖的信仰 成为了 贯穿了 整个 历史里面主线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当时的 金元全真派的人物 一些高度 其实他不会有 我们的眼光 看回头 但他们 也很有 独到的眼光 认为 吕祖的 一些 无论他的信仰中心 他的特色 他的实践 一些不同的脈絡 是能够成为了 后来 一个重要的影响 的一个地方 所以 他们以这个作为中心 成为了 这个全真派 早期的祖庭里面 一个主要的中心 五祖 不仅仅是雷祖 但是 他就以雷祖 作为一个 特别的中心 去确立 全真派的开端 这件事 是 我相信当时 如果我们有机会 坐这个时光机 回去访问 这些第一代的 全真道士 他自己也想不到 因为 后来我们也看到 在不同的 历代的不同的政权 对于地方的神明 不断的提升 神涵 如果大家了解 旅祖 关帝 天后 观音 等等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在历代里面 是一个提升 有提升 升级 将它戚封了一些 更进一步的封号 这些的经历 而旅祖是其中一个 是最多 和天后 是最多戚封的地方神明 例如 这里有记录 例如一开始 就是广制正道神人 灵保真人 一气真君 妙通宏人 普慧帝君 夫佑帝君 夫佑帝君 夫日东华帝君 元通文尼真佛 光元自在通佛 等等 很多不同的封号 在道教 大家记住 在道教的文献里面 是记录了 他们是一些新的戚封 但是 这些戚封 往往在官方的历史 我们见不回 到底 是真正在历代 他真的有 历代 哪个皇帝做这个戚封 但是 我们在道教文献 看得到 反而官方文献 看不到 到底有没有一些特别呢 这件事 我并没有一个 很实在的考据 不过 我会认为 官方的文献 越近的官方文献 数量越旁大 旁大到 失陆了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 我会认为 至少在道教文献 里面流传了 他们应该 曾经 在当时里面 出现过 一些重要的时间 重要的戚封 而他们作所有所记录 就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 去做一个这样的 误传 那哈